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到光電工程導論 最後一個部分 常見的光電元件裡面的最後一個單元 那在這個單元裡面我要跟同學介紹 常用的光源 就是雷射 那在介紹雷射之前 我會先花點時間告訴同學光的放大器 光的放大器跟雷射之間 其實工作的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先從光的放大器開始著手 然後再延伸到雷射 還需要在放大器裡面 額外加上一個共振槍的概念 我希望同學在了解光放大器跟雷射的過程 要不斷的問自己 我們在當初學波動光學的時候 我就跟同學暗示過 很多的雷射 用在實驗上面 它的必須性 是因為雷射是一個非常好的 同調性光源 所以我希望同學可以在我講解的過程裡面 不斷的問自己 為什麼雷射光是一個非常高同調性的光源 還有另外一個是 高同調性的光源 它必須要有一個窄線寬的特性 我也希望同學在我講解的過程裡面 可以不斷的反問自己 為什麼雷射光會是高同調性窄的線寬 所以今天在這份投影片裡面 我是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告訴同學 什麼叫做受激發的輻射 stimulated emission 所以光的輻射產生光有很多種方法 我們之前學到只要有帶電粒子 做加速度就會輻射出光 但是在我們今天想要了解的雷射光源裡面 它還必須要是一個特殊的輻射狀態 叫做受激發輻射 stimulated這個英文字就是去刺激 所以stimulated emission是要達成雷射的一個必要過程 所以我在第一個部分會告訴同學 stimulated emission究竟跟平常的emission差異在哪裡 那在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真正告訴同學 要能夠達到受激發輻射 stimulated emission 我們其實還需要額外做一些事情 那這件事情叫做pumping 要去激發 我們要把底層低能量的電子激發到高能阶态 這個叫pump 要有pumping才能夠給我們一個光學的放大 那最後一個部分裡面 我就是比較輕鬆又比較快速的告訴同學 常見的雷射大概分類有哪些種 所以今天的重點會是在前兩個部分 受激發輻射跟pumping的需要性 所以在第一個部分裡面 我希望讓同學能夠了解到吸收輻射之間的關係 那同學在同影片裡面應該已經看得很習慣 我現在示意的是兩條黑線是代表一個原子系統裡面 有兩個不同的能接態 比較低的E1是能量低的 所以同學回顧一下我們之前學到的 幾乎在任何的材質裡面 一道光通過去或多或少都會震動原子分子或電子 所以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會有一點光被吸收 這是我們之前在推導dispersion 經過了非常冗長的數學 用一個forced oscillator model來推導的 所以到這邊我們真的可以用 光的吸收究竟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假設我的底層原本有一個電子 然後我用藍色來表示說它比較冷 它的能量比較低 如果這個時候我有一個光進來 光被吸收了 但是能量不滅 所以我本來比較低能量的電子 會被激發到高能接態 這個東西就叫做吸收 光子被吸收 它的能量轉移到電子的動能 所以它的能量變高了 從底層到高能接態 這是我們在前一個小單元裡面學到的 變成是自由電子 所以這個是吸收 那輻射呢 輻射在能接態上面來看是 我必須要損失一個 原本是高能接態的電子 它原本是紅色的 它掉下來變成比較冷的一個電子 所以它中間有一個能量差 這個能量差 是以 輻射 重新發出一道光的形式 來表現 所以輻射呢 如果說我今天有一個 原本比較高能接態的電子 它自己 可能就會選擇掉下來 就像水一樣 水自然會往低處流 那水往低處流的過程裡面 同學把它回想成是一個電子 它會輻射出一個光子 所以這種輻射的特性 是自己會發生的 所以這種輻射就叫做 自發性的輻射 spontaneous mission spontaneous這個字就代表說 它是自然發生 而且它是隨性發生的 那第三種輻射 原本有一個高能量態的電子 它也會掉下來 變成低能接態 然後中間會輻射出一個光子 但我現在要強調的是 這個高能接態的電子呢 它之所以會掉下來 我們必須要去用一個光子 來引誘它下來 所以同學可以看到 我原本是有放一個光子進去 但出來會有兩個光子 所以這個東西同學 可以馬上就感受到 一個進兩個出 就是一個光放大的能力 我在這邊重新給同學看一次 光的吸收是把光子變不見 所以它的能量轉移成 電子能接態的要錢 那電子本身 從高能接態掉下來 它的能量守恆 表現在它產生了一個光子 所以在spontaneous emission裡面 同學要特別注意的 我們這邊畫的這個h nu 是產生了一個光子 但spontaneous的意思 它隨性發生就是 我產生出來的光子 可以在任何方向上面 輻射出來 所以同學要特別注意 spontaneous emission 它輻射出來的光子 四面八方都可以 但是在受激發輻射 受激發輻射是說 我原本有一個高能接態的電子 已經坐在那邊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丟一顆光子進去 引誘這個上層高能接態的電子 掉下來 然後這個時候 會輻射出第二顆光子 這第二顆光子的頻率 方向 還有相位 都會跟我原本 丟進去的這個 誘發的光子 一模一樣 所以這張圖裡面 它畫出來是說 我一個光子進去 兩個光子出來 頻率一模一樣 ν一模一樣 方向一模一樣 相位還一模一樣 所以同學要馬上能夠 吸收到一個概念 受激發的輻射 它本身就有 一個非常高的 同調性 好 兩個光子的相位 是一模一樣 所以同學一定要能夠 馬上連結到 一開始的 普通光學裡面的語言 同調性 基本上就是 完美的 保持住 我希望同學可以接受 輻射有兩種 一個是自發性的 一個是誘發性的 那 stimulated 受激發的輻射 是我們真正想要的 因為它有 非常好的 空間跟時間的 同調性 那同學可能會問我 好 大概已經了解到 能夠做光的放大 一定要透過 受激發輻射 那同學可能就會問 老師那為什麼 在大自然的法則裡面 理論上都是 能量在最低的狀態 所以為什麼平白無故 就會有很多電子 它本身在高能階狀態 然後等著一個光子 來刺激它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所以要了解這一個問題 背後要得到答案 基本上同學可以意識到 要做光學的放大 或者是要產生一台雷射 我們本身必須要提供更多的能量 給這個系統 所以在右邊 我們示意的是說 如果高能階狀態 本身有很多很多的電子 已經等在那邊 這個時候只要有一個光子進去 就可以把高能階态的電子 刺激下來 所以我就得到很多的輸出光子 達到我的光學放大 但是同學從能量守恆 還有一般的狀態裡面 能量都是去於最穩定态 所以這是不太可能說 先天就有很多高能階态的電子 所以真正我們在做一個 光學放大器的過程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基本元件 就叫做Pump 中文就翻成Bump Pump 所以我要真正做一個光學的放大器 我必須要先提供更多的能量 這個能量的作為在於 我要把原本大自然法則裡面 能量是趨於低能階态的穩定态 先把它激發到高能階态 所以我需要花更多的能量 去把原本都乖乖很安定的電子 全部都激發到高能階态 然後叫他們在上面等著 等我的光子來刺激他們 所以這個過程 基本上就叫做Optical Pumping 光學的Bump 同學甚至可以想一下 以目前投影片上面 左邊兩個是示意的 我必須要用一個額外的Pumping 把底層的電子 提到高能階态 然後才能產生光的放大 那同學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請問這樣一個過程 究竟我們在光子能量上 我們是損失還是得到額外的能量 所以答案基本上是 只要再做一個光學的放大器或者是雷射 基本上都是賠錢生意 為什麼 因為假設是用光來做Pumping 我的底層到高層的能量 會比我真正想要做的光放大器之間的能量差來得高 所以我永遠要花更多的力氣能量 把電子從底層搬到最高層 然後它掉下來產生光的那一段能量的落差 永遠比我Pumping的來得小 所以以一顆高能量的光子 換一顆低能量的光子 再做光學的放大 跟做雷射的過程 以整體能量來講 永遠是賠錢生意 但這過程裡面就會換到很多好處 什麼好處 同調性 基本上我們是在追求有一個 很好同調性的光源 所以我們願意去浪費一些能量 換取比較好的坡的品質 所以這一點同學一定要能夠清楚地意識到 所以我想用一個比較生動的movie 或者是動畫 來真正告訴同學 受激發輻射如何幫助我們達到光學的放大 所以左邊是一些能量的 鈦的示意圖 這個待會同學會有很清楚的了解 但我們現在的重點是在看右邊 假設我有一個光學爭議的材料 它可能就是像一個晶體 我已經經過一些手腳 把很多很多的電子 從低能階鈦搬到高能階鈦 來等待著刺激 這個時候我真的輸入了一個光子 它跑了一段距離之後 光子就會呼朋引半把電子刺激下來 所以它走了一段距離之後 就有另外一顆光子陪著它一起走 同頻率同方向同向位 然後這兩顆光子 又可以再繼續地去刺激其他的高能階鈦電子 所以兩顆光子在走一段距離 各自呼朋引半 所以這個時候會有四顆光子 同頻率同方向同向位 所以這個過程不斷地發生 不斷地發生 所以我在這一塊光學的增益材質裡面 我一開始進去可能只有一個光子 出來可能有十六顆 可能有一千顆一萬顆 所以這整個過程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光學的放大器 那同學其實在學放大器的生活經驗有非常多 包含同學現在聽得到我說話 是經過小小的麥克風 所以這是電的放大器 所以光的放大器 基本上就是一種受激發的輻射來達成 我們再來看一下 真正的概念 要達到光的放大 需要pumping 這裡面我想給同學看的是說 沒有辦法平白無故 這部分就有很多高能接鈦的電子 所以我一定要額外去做一些手腳 額外地用一些pump 就像是打水一樣 我要從井裡面把水提上來 我需要額外地花力氣 這個就像pump 其實pump最好理解的意思 就是我們平常去加油站 要用一個pump的頭 把油從地底下儲油槽打上來 打到各位的車子裡面 所以upicle pumping 在做光學的放大裡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接下來我想要介紹 真正如何去計算 真正如何去計算 不同能接鈦之間 我們如何用一個非常嚴謹的數學 可以了解到光學的放大 是如何達成的 所以這裡面我想先跟同學交代一下 我們剛介紹的吸收跟輻射 愛因斯坦在1916年的時候 就已經意識到 要做一個光學的放大器 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幫我們把整個理論的背景 建立起來 但雷射真正要等到1960年 才會被實現 所以愛因斯坦是一個非常非常偉大的科學家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定義 比較細節的東西 我們到下一段的影片裡面再介紹 我要先跟同學講的是 愛因斯坦有一個非常前瞻的觀念 他說吸收 我用一個常數來表示吸收的幾率是多少 所以同學可以看到 現在我畫的是兩個能接鈦 1跟2 1是低能接鈦 2是高能接鈦 所以要吸收 所謂的吸收一定是 從低能接鈦 因為光子的能量 轉移到一個電子 所以電子從低能接鈦 從level 1 跳到level 2 所以愛因斯坦用一個 A的coefficient 來表示說 A乘上 Sorry B 他是用B來表示 B乘上N1乘上I I是代表我 光 雷射的 強度 然後B呢 就代表是一個幾率 N1就是原本在底層的 低能接鈦的電子數目 所以這整體而言就是說 我每秒會有多少個電子 從底層吸收光子跳到上面 就是跟我的雷射的強度有關 跟我本來底層的電子數目也有關 再乘上這個幾率 那愛因斯坦就說 其實同樣的事情 反方向來看 吸收的反面 就是受激發輻射 同學想一下這個有沒有道理 吸收是從底層 經過一個雷射 光子不見 而把電子 激發到上層 受激發輻射 基本上是吸收的反向作為 是原本高層有一個電子 因為進來一個光子 而誘發它掉下來 所以電子來看 只是從下面往上叫吸收 從上面往下叫做受激發輻射 所以愛因斯坦很偉大的 用同樣一個係數B 乘上雷射的強度 但這個時候因為是從高能階 往下掉 所以它的粒子數是乘上N2 N2是代表在高能階态的電子數目 所以基本上 阿因斯坦告訴我們是 吸收跟受激發輻射是一體的兩面 所以是用同樣的一個機率 B coefficient 但只是乘上各自不同能階态的電子數目 那它又說了 自發性的輻射跟受激發的輻射不一樣在哪裡 它有自己的一個機率 然後它只跟高能階态的電子數目有關 跟我光的強度就無關 因為自發性輻射是我自己就會做的事情 跟有沒有人推動我 有沒有人來刺激我無關 所以基本上自發性的輻射 它用一個A的 coefficient 然後再乘上N2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會慢慢慢慢建構在這樣子的語言上面 來教同學光的放大 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基本條件